来看个报头条 中国报封面之一是印尼女网红 因为涉及同是印尼的女网红爱莎 一部勘招网络霸凌而自杀身亡疑案 被控通过TikTok蓄意发表出言出语 犯下意图引起他人愤怒 扰转安宁的罪行 他任最后被罚款100令吉 新宿日报则关注即将在8月落实的 首阶段电子发票系统 内陆税收局首席执行员 纳都阿布达利表明 年营收低于15万令吉的中小微型企业 将完全豁免于电子发票制度 这意味着这些中小微型企业 不仅不用发出电子发票 也无需成交合并性电子发票 不过他还是希望年营收低于15万令吉的 中小微型企业自愿使用电子发票 截至6月底已经有超过5000家企业 测试MyInvoi信用程序 确保能顺利过渡到新电子发票系统 南洋商报图条报道 则是我国国债暴增问题 首相兼财政部长拿都系列安华披露 截至今年4月底 政府债务已经高达1兆2200亿令吉 比去年底的1兆1700亿令吉 短短4个月内增加了500亿令吉 西外政府在今年前4个月的新增贷款总额 也高达705亿令吉 用来贪还206亿令吉一到期的债务 其余499亿令吉用来弥补财政赤字和即将期满的债务 在11年前截杀美容院老板娘的华裔凶手杜建平 获得联邦法院检讨死刑后逃过死劫 改判坐牢36年和鞭持12下 根据中国报的报道 凶手杜建平早前被判死刑 他两路上述失败后 如今根据2023年检讨将军死刑和终身监禁法令的规定 向联邦法院申请检讨他被判死刑的判决 杜建平的代表律师彭公重援引英国一个案例 指一名被告在持刀抢劫过程中 对一名68岁老人割喉及砍下头颅这等令人发指的行为 但是过程中并没有实行长时间的折磨及羞辱等行为 基于抢劫谋杀不与变态谋杀同等化 所以改判凶手监禁 并且在我国的这宗案件中 杜建平持刀的意图是去抢劫 而不是谋杀 但是在过程中因为死者要抢刀 双方发生搏斗 杜建平才会刺到死者导致对方死亡 所以这是一起因为抢劫引起的谋杀 杜建平逃过死刑 那十年对人生来说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但是对于当年被击落的 马航MH17科基罹难者家属而言 可说是漫长的岁月 今天7月17号是马航MH17航班 在乌克兰东部交集落十周年的日子 即使国际法院有了判决 也无法抚平对家属造成的伤害 根据新海峡时报的报道 当年我国政府派出照片中 这12人组成的队伍到乌克兰分离主义分子 向他们所回黑箱 在新海峡时报的安排下 这12人重聚讲述他们当时的经历 MH17航班悲剧发生在2014年7月17号 航班当时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飞往吉隆坡 飞越乌克兰东部 杜涅茨克上风时 被一枚防空导弹击弱 造成机上来自10个国家的298人全部罹难 其中包括196名荷兰人 43名马来西亚人和38名澳洲人等 虽然荷兰法院已经在2022年 判处两名俄罗斯人 及一名乌克兰分离分子终身监禁 但是MH17案件一直备受争议 真相未见天子 接着来看今天的天气预报 今天早上 北马玻璃市河基的霹雳雪兰 森美拉玛六甲吉柔佛局部地区 今天早上是遥远 其他地区天晴 气象局预测过了午后 雷雨预报的范围扩大 除了玻璃市 槟城 霹雳 吉隆坡 布城和马六甲之外 半岛所有周暑都会出现恶劣天气 特别是在吉达 吉兰丹和灯下楼数个地区 沙巴和沙拉越局部地区同样会下雷雨 住月之后雨时预料会稍微减弱 但是灯下楼的雷雨预报不变 沙巴斗湖和沙拉越梅林也可能会下越远 全国气温方面预计最高是摄氏34度 最低24度